好,我们来看L11的习题的解答 这个问题是有一个轮子 这个轮子受到了一个外力的作用 外力作用在这个轮子的轮心 也就是这个轮子的直心上面 使得这个轮子能够在一个地面上运动 因为这个地面上 地面跟轮子之间存在的摩擦力 使得这个轮子它开始运动 它在运动中的加速度 会是只有0.6 这个力量是10牛顿 轮子是10公斤 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其他的力量作用的话 F等于MA 10牛顿10kg应该会产生A等于1的加速度 可是现在只有0.6 表示没有办法达到1的加速度 也就是这当中有摩擦力 正如我们所说的 那么摩擦力的存在 另外造成了这个轮子在地面上发生了滚动的现象 好 那么这个题目要我们来回答说 假如这个轮子的半径是0.3 而且这个运动是纯粹的滚动 Roll smoothly 就是它在很平顺的滚动 而没有滑动的现象发生 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速度跟角速率 加速度跟角加速率之间的关系存在 我们在上面前一个单元里面 已经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 纯滚动现象的一个对应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加速度的大小 来算出摩擦力究竟有多大 同时利用这个加速度换算成为角加速率的话 我们又可以来计算这个轮子的转动惯量 究竟有多大 好我们来看整个计算的细节 因为在线运动的方面 这边是F等于MA 合力等于MA 这个里头具有外力的湿力跟摩擦力的反向的摩擦力 合起来产生MA A是0.6 所以我们可以算出这个摩擦力就是10-6 等于4牛顿 所以我们知道摩擦力 第一个问题摩擦力是4牛顿 接着我们要问它的转动惯量 这个问题很简单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摩擦力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擦力作用在这个轮子上面 会产生的一个力矩 这个力矩的大小 大小就是这个轮子的半径乘上这个力量 所以我们知道把这个0.3乘上4就是我们的力矩 力矩会等于Iα α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加速度除以轮值的半径 就会得到我们的脚加速率 所以把转动惯量乘以脚加速率 就会等于我们的力矩 所以I就可以解出来的是0.6 这是一个这一章的第一个习题 它是一个代表性的题目 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前一章学到这个转动运动的一些基本的公式 就像我们知道这个等加速度运动 我们有一些等加速度运动的基本公式 等加速率运动也有它基本的公式 那么我们在后面知道 这个加速度是跟力量有关的 同样的在这一章我们要强调 加速率的运动α的存在 代表了力矩的存在 所以我们在这个例题当中 就是把这些关联都把它连结在一个简单的例题当中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希望同学们能够从这个简单的习题当中 对这一章的主要的精神先掌握住 下面我们还在后面的习题当中 再把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不同的形态下的题目中来加以应用 好 从上面的推导我们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是一个在地面上滚动而没有滑动的轮子 虽然地面会给这个轮子摩擦力 可是这个摩擦力并不做工 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没有滑动所以 轮子与这个地面之间没有相对运动 所以摩擦力并没有造成这个轮子的这个位移 没有位移量就没有做工 也就是摩擦力所做的工是零 当然这个不造成有相对运动的摩擦力就是进摩擦力 当然进摩擦力是没有做工的 所以我们很快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 因为这个轮子所受到的力量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作用在执心的外力跟摩擦力 摩擦力既然不做工 表示进力或者合力所做的进攻就是外力所做的工 就是这个 而进攻会等于这个动能的变化量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外力所做的工会造成动能的变化 动能包含两个部分 平移动能跟转动动能 所以平移动能的增加量 再加上转动动能的增加量 就会是这个外力所做的工 所以我们可以又得到一个 从能量的观点来看 这个物体在做滚动而不滑动的时候 要满足的一个条件 再看第二题 第二题 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明显的外力 可是这个题目因为我们的平面已经不是水平面了 而是一个斜面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重力就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了 在前一个题目里面我们的重力没有办法扮演什么重要的角色 因为它的力量是通过我们的这个接触点跟直心 所以它没有扮演重要角色 现在呢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这个重力在这个问题里面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它使得一个球体能够从这个斜面上往下滚动的一个问题 好 题目给了我们这些基本的参数 包括这个球的质量 并且强调这颗球是一个均匀的球体 半径是R 然后它的这个斜面的角度呢是30度 OK 这个球它滚动到斜面底端的时候 我们知道它总共从它原始的出发点到达这个底端 总共垂直方向 牵垂方向改变了1.2公尺的高度 OK 要第一个就要我们算这个时候到达了这个斜面的底端的时候 这个球的速度 那这边的速率呢当然指的是它的直心的速率 是线运动的速率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在这个往下滚动的过程当中 当然是有摩擦力存在 不然的话它不会发生滚动现象 否则就直接滑下来而不是滚下来 滚下来当然是因为有摩擦力发生的作用 那请问这个摩擦力的大小是多大 方向在哪一个方向上 好 这是这三个问题要问的 那请你注意到这个题目 告诉我们说你可以假设半径是R 但是R是多少不重要 它不影响我们要回答的这两个计算 好 那么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来分析这个运动 我们刚讲了重力当然扮演重要角色 所以重力我们把它先按照我们最经典的分解方法 沿着斜面下滑的分量跟千锤方向的分量 所以有一个sine theta跟cosine theta的因子 在这两个方向上 好 那么这个力量当然会造成这个球体呢 会往下的来加速度运动 所以原则上我们可以用力量的观点 还有力矩的观点来解析这个运动 就像前面一个在地面上滚动的轮子一样 来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已经有了前一个题目的经验 所以我们采取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就是用能量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个问题里面仍然是一个滚动而没有滑动的问题 因此我们不用担心 虽然有摩擦力在这个问题当中 可是它并不做工 所以没有任何摩擦力消耗掉的这种 摩擦升热的这种消耗的能量 因此运动的过程当中 要维持力学能守恒 所以我们知道滚到斜面底端的时候 末了的动能加末了的位能 应该跟初始禁止 开始要来这个转动往下滚动的 这个起初的动能加位能 应该要维持不变 使得力学能是守恒的 所以从这个观点我们知道 滚到斜面底的时候 有这个转动动能加上平移的动能 我们设斜面底端的位能为0 所以UF是0 起初的时候因为是静止的 所以没有平移动能也没有转动动能 所以总的动能是0 而它的位能在高度H的地方 所以它的位能是MGH 所以我们从能量力学能守恒的观点 我们可以先写下第一个式子 有这个式子我们再来看 在这个转动运动里面 需要用到一个转动灌量 这个题目已经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球 均匀的球 既然是一个均匀的球 表示这个球的转动灌量 是5分之2的MR平方 是一个均匀的实心球 不是球壳 是一个实心球体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 再进一步把这个 带进去这里面 并且已经知道 直心的速度跟 转动的角速率之间 存在V等于R Omega的关系 所以把V等于R Omega 而这个R平方乘上Omega平方 就是V平方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两项把它合并 然后再把M除过来的话 把M消掉 我们会得到一个7分之10的GH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5分之2 所以这边 把2消掉就是5分之1加2分之1 5分之1加2分之1等于10分之7 除过来就变成7分之10 这是7分之10的由来 好所以 开根号之后就会得到 直心转到 转到了这个斜面底的时候 这个直心的速率可以算出来是4.10 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算出来的部分 第一个就是要我们算 到了前面底端时候 它的线性的速率是多少 那再来呢 要问我们这个摩擦力究竟是多少 所以如果我们要考虑这个摩擦力的话 我们知道我们又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运动方程式 运动方程式这两个分别就是线运动的加速度 MA应该等于合力 合力我们按照 图的这个 X轴是往上为正的话 所以 这个摩擦力是正的 而往下的这个 重力的斜面 方向的分量是负的 MA A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摩擦力 所对应的力矩 所这个造成的Iα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个式子 摩擦力 乘上R 等于Iα 那我们知道滚动 所以 α呢 跟A之间存在一个A等于Rα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 FS呢 把它搬过来 比如说把R除下来 放到这个FS 同时 把我的α 多成一个R 那分母呢 就多了一个R 变成R平方 所以变成第一项变成这个 减掉Mgsin Theta 这两项相减的 等于MA 所以如果把M除下来 这边就变MR平方 那这边的M除掉 就变Gsin Theta OK 所以我们可以把 这个 整个 这个A呢 可以写成 这个样子 因为 我把这个 这边有个A 对不对 这边是A把它搬过来 合并就变1 加上 这个 再除回来 就变成这个式子 同学们稍微推倒一下 就知道 从这个式子 可以推出这个式子 有了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所有 我们的乙质量 全部带到这个公式当中 我们就很可以很快的推出 我们的加速 加速度呢 是-3.5 -3.5 代表 是往下加速 对不对 因为 X往上为正 往下为负 所以 是往下加速 好 那么 有了这个量 我们就可以把 把它带到这里面来 α如果算出来 再乘 i除以r 我们马上 就可以把 我们刚刚 这些数据呢 把它推出来 摩擦力 而且是一个近摩擦力 应该是8.4牛顿 好 这个题目就是这样解出来的 所以我们分了两步 第一步是从力旋能手横 算出我们的速度 对不对 第二步 我们从 运动方程式来推导 算出我们的摩擦力 那这个摩擦力的方向 当然是沿着斜面往上的方向 所以是往正X的方向 好 这是第二题 好 我们再看第三题 第三题说有一个 十星的一颗球 质量0.28克 平滑的从这个 高处呢 沿着这个轨道往下滚动 在到底端的时候 会进入一个 圆形的一个loop 一个圆圈的轨道 在这个圆圈的轨道里头 进行轨道的运动 而这个圆圈的半径是14公分 假设这个黄铜球呢 它的半径小R 远远的小于这个轨道的半径 假设在这样的极限下 请我们做计算说 这颗球如果滚滚滚滚 滚到这个轨道的最顶端 最高点的地方 刚刚好这个球呢 就已经几乎要离开这个轨道 换句话说 它的重力呢 刚刚好差不多 就要让它 到顶端的时候 是刚刚好重力 等于它做圆周运动所需要的 向心力 在这样一个条件下 决定这样的高度应该是多高 可以让这个球滚到这个最高点的时候 刚刚好要离开这个轨道 这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说 现在我让我的初始的高度是6R 6R H如果是6R的话 当这个球滚到Q这一点 这一点是水平的一个点 跟这个圆心是水平的一个相对位置的时候 在Q点这个轨道给这个球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当然是往水平方向的这个力量 这个力量究竟有多大 OK 要计算这个水平方向的力量 好 这是这两个问题 好 我们看这两个问题要怎么求解 第一个 我们知道从这个轨道上滑下来的问题 跟我们前一个问题一样 跟斜面往下滑是一样的问题 那么因为整个过程是roll smoothly 所以我们又还是一样可以使用滚动 而没有滑动这个条件 所以我们的力全能仍然是守恒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条件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么要计算最高点 还有这个Q这一点的这个力量 都要用到运动方程式 而且这是一个圆周运动 所以会用到向心力的概念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题要用到的考量上 要用到的基本观念 好我们来看整个问题的方程式该怎么样写下来 好我们先把我们图先画好 第一个我们已经讲了 存在了这个力全能守恒 所以一刚开始只有未能没有动能 到了最高点的时候 有动能也有未能 所以我们把这个条件写下来就是这个式子 好 那么 所以 我们 再把这个里头的I 因为是实心球 所以有这个五分之二mr平方这个转动灌量 那因为 只有转动没有滑动 所以我们也有Omega这个条件 所以把这两个条件都带到我们的能量守恒的式子里面 我们就会得到这个I用这个来取代 还有这边的Omega用这个来取代 所以整个式子呢 就没有Omega也没有I了 剩下我们的基本的参数 包括球的质量 包括这个球的这个半径 还有这个圆轨道的半径 其他 包括中立加速度这些基本量 那么位置量呢 就是到了顶端的时候的这个速度是多少 还有初始的高度 这两个是位置量 所以要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把它化检一下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要得到H跟VCom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到了顶端的时候的速度 还有这个初始的高度之间要满足的条件就是这个 那题目要我们算出 假如在顶点的时候 刚刚好要脱离轨道 决定这个H是多少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这个速度在顶端的时候是多少 我们就知道H是多少 所以我们剩下问题要解这个 在顶端的时候的直行速度是多少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知道 刚刚好要脱离的这个条件就告诉我们说 这个时候在这个位置 需要一个向心力对不对 如果没有向心力在这里的话 他不可能转到这个地方来 这样早就脱离了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的向心力 向心是这个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向心力就是在这个地方的重力 所以如果就刚刚好等于它的向心力的话 那么轨道面跟这个球之间就几乎要脱离 所以就没有了正向力也就是快要脱离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条件告诉我们 MG必须等于它的向心力 MAR AR就是向心加速度 那么这个问题因为球本身也有自己的半径小R 轨道有轨道的半径大R 所以直行所在处的这个位置呢 跟圆心 轨道圆心之间的距离是大R减小R 所以这个距离分支 它在这里的速度的平方应该要等于G 所以这个条件就决定了VCOM是多少 我们把这个乘过来 再开根号就可以得到VCOM 对不对 那我们不需要知道VCOM 我们知道V平方就够了 好 所以我们 在这个地方有个7分的V平方 所以我们把V平方带进来就得到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就得出了我们的高度 把这个G都消掉 马上就会得到H 可以写成这个 那题目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条件 就是说假设这个球的半径 远远的小于轨道的半径 所以这一项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高度就是2.7R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从这里下落时的高度 必须是这个轨道 远轨道半径的2.7倍 就会让这个球 滚到最高点的时候 几乎就要脱离轨道 这是我们第一个解出来的条件 那么第二个条件是说 假如这个初始的高度 是6R 我们可以看到6R显然远远的大于2.7R 所以在更高的地方 从更高的地方滚下来 当然 会 可以滚到最高点 而且可以继续的往下滚动 换句话说 当它滚到Q点的时候 速度其实是很快的 那在这里很快的速度 经过Q点的时候 当然需要更强大的向心力 才能够hold住这个球 对不对 所以这个轨道所提供的正向力 一定更大 对不对 那我们问题就是这个正向力 当然就是沿着水平方向的一个分力 对不对 就是这个力量 所以而且重量是完全没有水平方向分量 因为在Q点刚好是牵垂往下 所以重力没有任何在这个方向的分量 所以正向力 是唯一提供了 这个球做圆周运动所需要的向心力 所以又是再一次的应用这个式子 用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很快的可以写下来 这个 这个G乘上6R 因为这个式子仍然要被满足 对不对 G乘上6R应该等于10分之7的G乘上 这个 我们先写一下这个式子 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的这个能量守恒 要满足的式子 但这个地方呢 因为它的末动末未能的高度 末了未知的高度 只有R的高度 所以是GR 所以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边是2GR 这边只有GR 好 同样的就可以把在这个地方的速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解出来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已经用了这个 这边呢我们只要把这个速度先算出来 算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算向心力 因为向心力就是等于R分之V平方 是向心加速度再乘上M 也就是刚刚对应的这个式子 所以我们再讲一遍 我们是利用力旋能守恒的式子 来计算在这一点的速度 这一点的速度算出来是这么大 就可以带到向心力的公式里面 把正向力 向心力把它算出来 而这边的向心力就是正向力 所以正向力就是这个公式 就可以推出来了 把数据都带进去 所以如果把数据都带进去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后的正向力的答案 好 这是第三题 好 我们再看第四题 第四题说有一个 十星的圆柱体 半径10公分 质量12公斤 从以静止的状态 开始往下滚落这个屋顶 从这个斜屋顶上滚落下来 这个斜屋顶跟水平之间的夹角 是30度 这个题目说 当这个圆柱体滚到屋檐边的时候 它的直星的角速率 angular speed 角速率 它的角速率是多大 假设这个屋顶跟地面之间的距离 就是屋顶的高度呢 假如是5公尺的话 请问这个圆柱体滚落离开这个屋檐之后 掉落地面 这个地面 落地处跟屋檐之间的距离 应该是多长的距离 这是第二个问题 好 我们这个问题呢 那一样 考虑它是一个滚动 without sleeping 没有滑动 所以我们力学能守恒可以用进来 力学能守恒用进来 我们知道初始的 这个胃能是mgh 初始禁止所以没有动能 没了 我们现在假设到了这一点 到了这一点的时候 它的这个 胃能假设是0 假设这里是我们这个高度来讲 这边是0的话 那么这边的动能就是由 跟这边的胃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知道mgh 可以写成2分之1mv平方 平移动能 加上2分之1i omega平方 转动动能 而这边的i 对实行原柱体而言 是2分之1mr平方 跟圆盘的是一样的一个公式 同时因为这个omega 可以写成这个关系式 所以我们可以把 这一项 因为这个r平方 乘上 Omega的平方 所以有个r Omega瓜乎的平方 就是v平方 所以 在这边我们先把v平方 写成r平方 Omega平方 写成这样子 所以整个都写成Omega的平方 所以mgh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Omega就可以解出来 因为我们的题目要我们解Omega 滚到这里的时候的角速率是多少 所以我们整个都换成Omega 把v用Omega取代掉 好最后我们可以算出Omega 是等于63 好第一个问题就这样解出来了 单纯的用一个力学能守恒 我们就可以解出来 在这里的速率 角速率是多快 接着我们要问落地时候 这个距离是多少 那这个问题当然就是一个抛体运动问题 所以我们只要知道 在这个时刻的直心的速率 我们知道直心的速度是往这个方向的 那它的大小呢 可以透过这个把它算出来 这个公式可以把它算出来 那方向注意一下 因为它这有个θ是30度 所以我们会分解出 往这个方向跟往这个方向的速度分量 这个方向的速度分量 会影响它着地的时间 那这个速度分量 是它水平方向 等速度运动 经过多长的时间 只要落地的时间可以算出来 我们就可以知道水平的距离 好 所以我们把抛体运动的经验 再全部放回来 首先 v0就是把r乘上Omega 所以r是10公分 0.1公尺 所以我们得到6.3 把这63乘以10 0.1得到6.3 好 我们把cos30度 sin30度乘进来 分别是水平方向跟千锤方向的输出度 那么 我们可以把时间先算出来 时间的计算方法在这边 用这个公式可以算出来 所以0.74秒 那么高度是5公尺 所以我们算出来是0.74秒 就知道在水平方向上要飞0.74秒 以这个速度飞0.74秒 就可以算出是4公尺的水平距离 所以从屋檐下到落地点之间的水平距离 是4公尺 好 这就是第四题的计算 好 我们再看第五个题目 第五个题目是关于 钢体如果它的形状是属于圆形的 包括圆环啊 圆盘 圆柱体 空心球 实心球 这些都是属于圆形的钢体 这些钢体如果它们的质量如果是m 而圆的半径如果是r的话 那么以圆环来讲 它的转动贯量是mr平方 圆盘是1 2mr平方 多了一个1 2 圆柱体如果它的质量也是m 半径也是r的话 那么穿过圆柱体的轴心为转动轴的 转动贯量也是一样跟圆盘一样 都是1 2mr平方 如果是一个空心球体一样 相对于直心的转动轴 是2 2mr平方 而实心球呢就是2 2mr平方 从这五个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一般来讲一个球形的或圆形的一个钢体 它的质量如果是m半径如果是r的话 它的转动贯量就是mr平方 乘上一个系数β β可能是1 2分之1 2分之2 3分之5 那么对于一般性的这个 比如说一个球体 它里面的质量的分布呢 如果不是均匀的话 那么它可能介于这些当中 所以它可能就叫β 好 现在我们来考虑这样子一个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球体 但是它的转动贯量并不知道 我们想要透过一个测量 来测出它的转动贯量 究竟是βmr平方的β值应该是多少 那么这个测量方法很简单 就把这个物体呢 从一个高度h的斜波面上 让它沿着轨道滚下来 滚到轨道的底端的时候呢 斜面的底端的时候 会进入一个圆形的轨道 那么圆形的轨道在最低点处 我们来放一个磅秤 这个磅秤 当这个球体滚过这个磅秤的时候 可以取出它作用在这个轨道最低点处的正向力是多少 透过这个正向力的测量 我们就可以测出这个球体的β值是多少 OK 这就是这个实验上的设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以现在这个实际的例子来讲 如果这个轨道的半径如果是0.48公尺 而高度是0.36公尺 对某一个球体滚下来的时候 我们测量这里的正向力 测出来是2Mg 是这个球的重量的两倍2Mg 如果根据这样的数据 请你推出这个β值应该是多少 OK 好 那么这个计算的原则非常简单 第一个我们知道在这里如果测出了它的正向力 就已经告诉了我们 这个球到达这一点 因为在这里是进行圆周运动 所以它一定需要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是往上的 千锤往上的力量 那么正向力就是这样子一个方向的力量 但是在这里在这个千锤线上不是只有正向力 因为这个球到达这里的时候还有个Mg往下 所以我们知道要把正向力减掉Mg之后 就是它的向心力 OK 那么 所以我们先写下第一个式子 正向力减掉Mg应该就是它的向心力 而向心力应该会等于它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速度 的平方乘上M再除以它做圆周运动的半径R 所以有个R分之Mv平方 所以我们写下第一个在这里的 这个运动方程式 在这里 力量跟加速度之间的一个关系 在这里 好 题目告诉我们说 在这里量到的正向力Fm是2mg 所以把2mg带到这里来 减掉重量mg之后 就会得到左边是mg 所以如果把m都消掉的话 我们就知道R分之V平方应该等于g 换句话说 V平方就等于gr OK 那么 因为这是一个滚动的问题 没有滑动 所以我们知道Omega跟V之间存在这个关系 那么V平方是gr 所以Omega平方是R平方分之gr 所以我们知道 请注意一下 小R代表的是这边的 这个轨道的圆周 这边的大R代表的是这个球体的半径大R 好 那么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有建立了 我们建立了一个速度 还有角速率的平方 跟这些量 乙滋量之间的关系 那么我们要的是要β 所以 显然我们要用到在这边 要有β这个因子要出现 那考虑的方向非常简单 我们知道从这里滚动到这里 这个过程是只有滚动没有滑动 所以它的力学能是守恒的 所以这边的位能会变成在这边的动能 所以有两个部分 位能会等于两个部分的动能 2分之1mv平方的平移动能跟这个转动动能 那已经知道 Omega Omega 可以写成这个关系式 对不对 R平方分之V平方 然后我们又知道 I 可以写成 βmR平方 所以 我们就知道 2分之1 I Omega平方 可以写成 2分之1 MβV平方 然后把第一项 合并一起 就得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把两边的 M质量都把它消掉 我们就得到V平方可以写成 2GH除以1加β 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那我们在前面又已经知道 V平方可以写成GR 换句话说 我们就得到这一项 2GH除以1加β等于GR 那么很快的我们把两边的G消掉 我们的目的是要解 β 所以很快的 我们就可以把 1加β写成这个 再一项就得到β等于这个 好 所以把 2H H 这个题目的高度是0.36 除以R 这一边这个轨道的 圆周长这个半径 轨道的这个圆形轨道的半径是0.48公尺 所以都带进来 在乘以2-1之后 我们可以推出是0.5 所以我们解出 这个球体的β值是0.5 所以它如果是均匀分布的 可能是一个圆盘 也可能是一个圆柱体 好 这就给出了我们结果 但是我们知道它 这题目已经告诉我们 它呢 是一个球体 对不对 它是一个球体 但是这个球体呢 the ball 所以它是个球 它这个球体 并不是0.4 也不是3分之2 既非0.667 也不是0.4 而是0.5 所以它介于 空心的球壳 跟实心的球体之间的一个质量分布情况 让它得到了 它的β值是0.5 OK 好 这就是第五题 它的这个题目要考虑的方向 跟解题的这个 用到的一个基本的精神 好 我们再看第六题 第六题 是要计算 像这样子一个钢体 有一个圆环 然后有一个正方形 的 这两个钢体 组合 起来的一个整合 一个 整体的这个钢体 旋转轴呢 是过这两个钢体的接触点的这个 这一点的一个旋转轴 如这个图形所显示的 这是一个正方形 正方形的边长是R 每一边的质量都是M 这个圆环 的总质量也是M 那它的半径是大R 那 它的摆设方式是这个样子 转动轴在这里 OK 题目第一个要问我们说 针对这样子一个转动轴 整个这个钢体 它的转动惯量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是说 如果这个整个钢体 绕着这个转动轴 在进行的转动运动的 这个角速率呢 它的快慢 是可以用 它的周期来表示 这个转动的周期是2.5秒 每2.5秒转一圈的这个转动速率 请问 针对这样一个钢体 并且转动速率以致的话 那么相对于这个转动轴 它的转动惯量 转动惯量 Angular Momentum 相对于这个轴的Angular Momentum 转动动量 转动这个动量 抱歉 Angular Momentum 转动的动量 也就是角动量 角动量应该是多少 Angular Momentum 好我们做这个问题就是按照题目所 告诉我们的两个步骤 第一个算出这个钢体对于这个转动轴的转动惯量 那这个部分很简单 第一个呢 我们知道 先来算这个正方型的转动惯量很简单 这一边 紧接着这个轴 所以它根本没有旋转半径 所以这一 这一个边没有转动惯量 对不对 没有转动惯量的贡线 而这个远方的这个边呢 它的转动惯量贡线非常简单 每一个指点相对于转动轴都是R的距离 所以整个就是M乘上R的平方 所以我们有一个基本的MR平方 是这个I2 这个边的这个转动惯量 第一边是0 第二边是MR平方 第三第四边呢 都是一个棒形的一个转动惯量 并且转动的端点 转动轴过端点 所以这种 转动惯量呢 就是三分之一ML平方 这个L是R 所以有三分之一MR平方 这个转动惯量 这个跟这个 所以三跟四是一样的 都是三分之一MR平方 好所以我们把 方形的部分的转动惯量算出来了 再来是这个圆形的部分 圆形的部分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一个结果 就是 对于一个圆环 如果它的这个转动轴呢 并不是垂直的 通过我们的圆环 并不是整个通过这个轴心 而是穿过整个过环本身 穿过环本身啊 所以经过这一点和经过这一点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转动轴呢 它的转动惯量就不是MR平方 而是二分之一MR平方 这是一个透过积分 可以证明推导出来的一个结果 但我们的问题 并不是轴通过这个 圆环的圆心 而是边边经过这一点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就可以用平行轴定理 把轴呢 往左边移动了 平行的移动了R的距离 所以我们知道要用 过直心的转动惯量 二分之一MR平方 再加上平移的距离 H是H等于R 所以MR平方加上去 就得到二分之三MR平方 所以这个圆环 相对于这个轴的转动惯量 推出来是二分之三MR平方 所以我们把这些 转动惯量全部加在一起 我们就得到整体的转动惯量是 六分之十九MR平方 就是这个 好 再来我们要算它的角动量 角动量计算很简单 就是把转动惯量I乘上Omega 就是角动量 就是角动量 这个转动的角动量就可以算出来 转动惯量已经知道是1.6 所以这边知道 Omega再推出来就可以了 Omega很简单 因为转二拍一圈的角度 需要2.5秒 所以把这两个一除 就会得到角速率Omega 所以2.5 这个Omega乘上1.6 就得到了 角动量是4.0 好 这是第六题 关于一个钢体的角动量的计算 好 我们看第七个题目 好 第七个题目呢 是一个顶式图 从这个棒子的正上方 看着这个棒子在做一个转动运动的一个顶式图 这个棒子的尾端有一个例子 一个particle呢 先附着在这个尾端上面 整个棒子长度是0.8公尺 而整个棒子在进行转动运动的角速率是20 棒子的质量 假设是大M的总质量 而尾端这个particle的质量 是棒子质量的三分之一 三分之M 好 当这个转动转动到某一刻 比如说转动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particle突然跟这个棒子之间发生了一个 你可以想像是一个噴射或一个爆炸 使得这个particle跟这个棒子的尾端分离了 并且这个particle以垂直于整个棒子的方向射击出去 这个particle射出的速度相对于棒子尾端是6公尺的 这样的一个6公尺每秒的相对速度喷射出去 题目要我们计算 这个particle 它的相对于地面的 运动的速度是多快 这个例子相对于尾端的相对速度是6 这个是相对速度 好 题目就是要算这个particle被喷射出去的时候 它的这个飞行的速度究竟是多快 好 我们怎么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啊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这个particle会离开这个尾端 当然是要被瞬间被加速才能够喷射出去 否则的话 它应该呢还是要被这个棒子拖着 在在运动 所以它一定在这边有一些 能量被释放出去 所以它会加速出去 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边爆破的能量所造成的 两者之间的力量的关系 都是一种内力的作用 所以并不影响整个系统原本的角动量 因为他们在做 转动运动 所以角动量是守恒的 因为没有外力的作用 没有外力举参与 所以角动量一定要守恒 所以我们从这个观点上先写下 角动量守恒的这个条件 原本这个particle跟这个棒子是一起转动的 所以有个初始的转动的角动量 这两个角动量分别是particle 然后用它的这个转动灌量 再乘上omega转动的角速率 就是它的角动量 再加上棒子的角动量 棒子的角动量也是一样 是iomega 那它的i呢 就是以穿过直心中心点 棒子的中心点 微转动轴的这样的一个转动 它的转动灌量是12分之1ml平方 所以这是初始的角动量 噴射之后的角动量呢 就是这个粒子本身的速度 乘上它的质量 就是它的 它的这个动量 再乘上这个2分之L的这个距离 所以我们知道 2分之L乘上 粒子的动量 mv 就是它的角动量 噴射出去的角动量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粒子的 噴射出去的速度是多少 我们不知道它是多少 但是我们知道 它相对于尾端的速度呢 是比尾端多了6的这样的速度 好 所以这个是 射出去时的这个角动量 粒子的角动量 那这个棒子呢 在 这个粒子被噴射出去之后 它的角速率呢 应该改变了 假设它的角速率 从Omega 变成Omega' 原本的Omega是20 现在Omega'改变了 很明显的这个Omega' 应该会变小了 对不对 因为在这个爆破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力量等于是往这边推 所以有一个力矩是往反方向的一个作用的力矩 会让Omega变小了 所以Omega' 就会比Omega还来的小 这是我们还没有算之前应该有的一个物理上的直觉 好 所以我们的角动量手痕给了我们这个式子 那其中这个IP呢 当然就是 这个particle的 这个 转动惯量 就是M乘上距离L2的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量 好 所有的量呢 都知道就是这个VP要把它解出来 但是VP要解出来 还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Omega'是多少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一定还需要一个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呢 就是从我们题目告诉我们的 有一个相对速度存在 所以 例子相对于尾端的速度呢 是差了6 所以我们可以把Omega'先写下来 Omega'是 这个 例子飞出去之后 它的 转动的角速率 而这个转动的角速率 当然跟尾端的限速度是有关的 他们之间存在这样一个R的这个比例 那当然这个R呢就是1 2 L 所以我们的尾端的速度 尾端数可以从这个相对速度的公式得到 尾端的速度就等于V加6 V-6 抱歉 6搬过来是负的 V-6 所以我们的Omega'里头 可以用Vp来表示 所以这个Omega'变成了Vp 所以带进去这里面之后 整个式子就剩下Vp 所以我们可以解Vp了 当然 这时候要带进去我们所有的常数 最后算出来结果是10 当然这个数据带进去呢 是有点复杂 最后的结果是11 很简单的结果 所以我们这题的答案是11 那下面我们看一下把数据带进去 来验证一下整个 这个计算的细节 我们知道Omega'刚刚这个是这样 这个我们知道是这个 那刚刚的动量 角动量守恒的式子 我们再写一遍在这里 然后把我们的数据带进来 L是0.8 所以2分之L是0.4 OK 然后M大M是小M的三倍 Omega'是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里面 我们Vp减写成V V-6除以0.4 所以这两项已经写好了 右边的这两项 我们知道Omega 初始的时候的转动角速率是20 而IP刚刚已经讲了是M 这个M乘上这个转动的半径0.4的平方 这是IP 那棒值的转动概念一样 跟这一项一样 只不过这一项呢 是原本的初始的角速率20 所以这个式子写下来 把M都消掉的话 只剩下V这个位置数 稍微整理一下会得到这个式子 再把V写出来就是11 所以这个问题的11是这样算出来的 同学们把这个数据要带对了 就得到最后正确的结果 这是关于一个角动量守恒的问题 那么因为这里面我们采取了一个 这个相对的速度 所以计算上数字的计算上稍微复杂一点 同学们要小心一点 那么我们注意到算出来结果V是11 11带到刚刚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11-6是5 5除以0.4 5除以0.4等于12.5 所以爆破之后棒值的转动的角速率 变成了12.5 原本是20现在下降到12.5 我们刚刚所讲的是一致的 它会变 角速率会变慢 因为受到爆破时 往反方向推的一个力举 使得它转动变慢了 这是第七题 我们来看第八题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 是有一个棒子 然后它的尾端最下面悬挂了一个质量块 然后用一个子弹来撞击这个质量块 撞击了质量块之后 就停留在质量块当中 当然这个 这个 子弹的原本的动量呢 就给了整个系统 让这个系统开始做转动运动 所以 这个问题呢 就像我们在之前 第九章的时候所考虑的问题一样 子弹达到一个质量块里头 然后这个质量块会 会 往上 摆动 然后达到一个高度 透过这个高度的测量 可以算出这个子弹的速度 同样的道理 在我们现在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希望透过来计算 来测量出 这个 子弹射进去之后 整个系统要开始做 这个 转动运动的角速率 藉由测量这个碰撞后的角速率 要推算出子弹原本的速度是多少 好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精神 好 题目给了我们所有的参数 包括 子弹的 质量是1公克 这个质量块的质量是0.5公斤 磅子的质量 也是0.5公斤 长度是0.6公尺 这个磅子呢 并不是一个均匀的磅子 所以题目就给了我们 这个棒子的转动灌量 直接给我们是0.06 这样的转动灌量 好 题目要我们先把这个系统 在 当这个子弹打进去之后 整体这个系统的 它的相对于A点的转动灌量是多少 有的这个转动灌量 我们就可以来计算 碰撞之后的这个角动量 而碰撞后的角动量 应该要跟子弹还没有射进来之前 相对于A点的这个角动量 应该要相等 因为角动量守恒 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利用角动量守恒 把这个子弹的速度把它计算出来 好我们看计算的方程式 首先我们把转动灌量把它算出来 子弹已经射进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质量块 视为是质点的话 所以整个这个质量块加子弹的质量 就是0.501 因为子弹是1公克 质量块是0.5公斤 所以这边有个0.501 乘上R平方 R就是这个棒子的长度 那么 加上棒子本身的转动灌量 I是0.06 题目已经给了我们 所以把0.06加上这些 把这个0.6公尺放进来 乘在这里 最后得到0.24 是我们整体 这个子弹 质量块 再加上棒子 这三者 共同的转动灌量 是0.24 好 那么 这个 碰撞前 这颗子弹在往 右边飞行的时候 它有一个 角动量 这个角动量 就是MV0 就是它的动量 在乘上 这个垂直距离R 就是0.6公尺 所以把这个 乘出来 就是碰撞前的 子弹的角动量 碰撞之后 这个 钢体开始做 转动运动的 这个角速率 被测量出来 是 4.5 所以 这边有个4.5 Omega 乘上I0.24 所以这个是 碰撞后的 角动量 要等于碰撞前的 角动量 透过这个方程式 我们就把 子弹的初始的速度 是1.8乘以10的3次方 把它计算出来了 好 这个题目很简单 只不过 现在我们要用的 不再是 动量守恒 而是 角动量守恒 来 推算出子弹的速度 好